經過13天馬拉松是討論 全球近200個國家終於在氣候峰會 通過歷史性協議 首次呼籲世界擺脫化石燃料 踏出終結石油時代第一步 有人恍惚盛讚 這是阻止氣候災難最佳解放 但也有聲浪質疑協議做得不夠 尤其OPEC主要產油國 主張專注碳排放與碳補桌 而非化石燃料 更拒絕因大幅減產石油而影響國家收入 漏洞隱患恐為未來投下變數 我們有提供一個穩定的行動計劃 保持1.5元 全球暖化瀕臨關鍵時刻 正朝向本世紀末升溫三度的災難邁進 各國涵化升溫幅度設施1.5度為上限 碳排大國美中兩國也同意 加強合作減碳 目前單就碳排放量必須減少四成的目標 來看仍是遙不可及 拯救過熱的地球有賴實際行動 否則淪為至上空談 三類新聞全片報導